大家好,本视频介绍餐饮软件如何打印送出小票 接下来为大家演示具体的操作流程 第一步,打印机设置向导 打开收银后台 使用默认账户999 点击登录 进入硬件和员工模块 点击打印机设置向导 选择收银打印机 当您在本电脑上安装打印机之后 您点击下拉就可以查看到您的打印机型号 因为我这一台还没有装有 所以我现在与虚拟打印机为例 跟大家讲解如何设置 当您在设置时是不可以选择虚拟打印机的 因为这样它是无法打印出小票的 纸宽我们可以选择或者是默认80 点击下一步 勾选启用 选择打印机 纸宽也默认80 选择切纸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完成 第二步 给菜品设置打印机组 打印机向导设置好后 进入销售馆里 点击普通菜品和套餐 选择需要设置打印机组的菜品 如选择此分类 点击批量设置 勾选打印组 选择我们刚刚设置好的打印组 点击设置 点击设置 第三步前台下单打印送出小票 设置完成 我们前往收银前台下单查看是否生效 打开收银前台 使用默认账户999 点击确认登录 我们开一个台 选择刚刚我们设置打印组的菜品分类 下一个订单 点击送除 这样我们就成功打印送除单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